- 超高CP值男女可以共穿的單品 - 超高CP值男女可以共穿的單品 - 超高CP值男女可以共穿的單品 - 那這次我整理了六個品項 - 一二三四五六 - 六個品項 - 是我覺得可以跟另一半一起去入手的 - 邀請到了余哥 加入我這次的拍攝企劃 那他平常其實就是一個蠻害羞 然後不太喜歡被拍攝的人 其實也有參與過我幾支影片 那其實都是稍微 算是被我爐進來的 他很擔心自己的臉很圓啊 或是說不傷心不好看 所以呢今天會有一些畫面 是會直接把咖掉頭的部分 只展現穿搭 那就希望大家比較介意 那我們這次呢 會將六個品項的單品 分別我們男生搭四套 女生搭四套 總共會有八套的搭配 也要分享給大家 那老英子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按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每一次的分享喔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開始吧 這件西裝外套是魚哥的 這件其實不是網拍 或是哪一個品牌買的 他是我們之前婚禮的時候 魚哥訂做的西裝 那他這件西裝呢就是材質很好 但我認為你們在很多網購上 應該就可以找到類似款 然後現在其實又很流行 那種大大的便尖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就是很大的寬間 看起來反而還有一點氣勢 跟多了一點時髦的風格 雖然說男生可能看不太懂 因為魚哥一直覺得怎麼那麼大件啊 但我就覺得 我看起來時髦就好來管我 藍色和黃色的隔離線 他這件的缺點就是他沒有口袋 我有問過然後 他好像就是故意做封閉的 只是一個口袋的設計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就是 設計給新郎穿嘛 他們不希望口袋放有東西 然後影響整個視覺凸凸的感覺 如果你們好奇是去哪裡定做的話 我一樣可以把那個資訊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他這件西裝外套因為是男生的版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明顯的鏈接比較大 會覺得有一點帥氣的感覺 不會覺得奇怪 因為我其實看蠻多韓國穿大的IG 也是有像這樣子呈現的感覺 就是偷穿爸爸的衣服 但是其實把它搭配起來 就也是蠻協調的 下半身的話 我就是故意裡面兩個顏色是搭同色調的 就會讓外面顏色更有收斂的效果 看起來會有一種顯瘦感 鞋子在跟其中外套做一個呼應 是走一個深色調的 加上T恤加上黑褲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歐巴的風格 因為如果你這個把它穿成套式的 像太過正式 他選擇就加一個T恤 然後T恤就是有個大大的字母的話 會顯得比較跳跟俏皮可愛一點 他那件是鬆緊帶的西裝褲 我覺得配上黑色的話 就可以讓整體感覺比較出色 你褲子有板著對不對 把它變成九分褲 然後襪子的部分 可以露出來有一點亮點的效果 然後球鞋老爹鞋 是可以剛好跟T恤有點呼應配色的感覺 這件其實我在前面幾集也有都出現過 然後也有一些人問我說覺得很好看 但我不確定它還有沒有在架上 它是MiaQ之前五折的時候我買的 因為就是我很喜歡在特價的時候購買一些單品 雖然它很快就會下架了 但就是因為我覺得那時候可以買一些比較便宜 然後我覺得買下來的話我覺得比較划算的單品 那這件真的質料蠻好的 而且也算是挺 都是毛泥的材質喔 它其實就算是襯衫布 穿到春天都還可以 如果你說夏天比較不怕熱 拿來防曬也OK 這一套呢就是比較休閒一點的風格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好像頭髮覺得很奇怪 我又把它綁了起來 其實大部分的人可能想到男女共穿的單品 第一直覺都是聯想到襯衫 因為襯衫就是寬重版型一定是兩個人都可以穿 女生的Oversize的版型 但是如果男生要穿的話其實OK 因為它的繡場雖然說男生穿過短 但是你把它稍微晚繡一下就是綁個幾遮 就會覺得看起來是很正常 就是反而是隨性的那種感覺 那這邊還有前端後長 裡面故意搭一件比較短板的上衣 剛好可以跟這個高腰的喇叭褲 可以達到一個調高比例的效果 接下來也蠻多類似白型的褲子 然後如果你是這種褲子有高腰的 我就蠻建議上面搭一個短板的上衣 就可以讓比例看起來更校正 然後腿變得更長的效果 另一個類似手拿包的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比較隨性跟有點個性的風格 我覺得襯衫加T恤加牛仔褲其實就是 算是蠻安全然後但是 看起來是很有青春感覺的 很好看耶 剛好你那個包包又可以跟鞋子有一個 可以耶 呼應的效果 真的可以耶 很好看耶 好看好看 先講我襯衫看起來好像有休閒 就是那種大學生的氣息 你好我是黃宇 你不是黃宇軒啦 你是李子維 背心 我覺得像這種有一點點登山感覺的背心 今年其實蠻流行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感覺真的很像阿伯 就是從那個羽絨阿伯背心紅起來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物色一些阿伯系列的單品 然後你看像以前我們覺得聳的東西 現在都覺得時髦了起來 然後你看到這個就是有點軍裝風格 這件其實是韓國連線的 應該是可以看到一些類似款 軍綠色的風格 就是其實女生跟男生都可以搭配 那這件比較特別出色的一點 是因為它裡面還可以 裡面是那種QQ毛的部分 然後官網是說可以雙面穿啦 但我不確定到底是不是它 真的是雙面穿 因為它這邊多了一個logo 雙面穿的話我不會很介意 因為它這logo露出來也是蠻好看 而且它也沒有到很明顯的車線 或是這裡有一些拖線的口袋 會讓你露出破綻 並它其實是內裡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雙面穿都會很好看 然後這件我記得當時買一次 就是1900多吧 兩個人都可以穿的話 其實是真的蠻划算的 背心它其實就是洋蔥式的 穿搭很必備的一個東西 雨哥待會會示範比較軍裝風格的這一面 給大家看 覺得春天都還是可以穿像這樣單品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涼涼的 穿一個薄襯衫 然後就是整體色調就是 有一點點花心餅乾 就是太黑糖的感覺 這個薄襯衫又可以讓它 保有一點點支性的感覺 帝子呢 是最近買的 奶油New Balance 我覺得很可愛 裡面這件襯衫就是寬鬆的白型 其實單穿也是OK 然後但是我覺得搭配上背心 會比較有造型感 看起來你家的風格 可以耶 很潮很好看 欸這件牛仔褲好百搭喔 看就是 男女共穿的那種背心 其實另外一面這個綠色的部分 你覺得男生穿就很好看 然後護衣鞋子要跟那個T恤一樣 也是有呼應色 之前出鏡率極高的皮衣 登 這一件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件皮衣 騎士風的那種皮衣 我覺得有點太over 如果走貼身和身的版型 我就會覺得顯得有點 太過成熟的風格 而且它是走一個襯衫式的感覺 不知道黑黑這樣你們看得清楚嗎 它這件就是走一個大大的落肩 看起來背後很像那種 爸爸風的那種外套 真就是大size 所以我是戴S號 大大的口袋 所以我覺得會增加它的那個隨性感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休閒的風格 不會因為它這皮衣顯得太過僵硬 或是顯得太過兇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是有做內裡的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應該11月左右買了 那目前是沒有任何均烈的狀況 這件外套也是榮登宇哥最愛 就是它蠻常在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會看到他常常穿上我這件皮衣出門 因為他的 他覺得穿上這件的時候 都特別的油性 另外共穿的登品 就是它有這個皮衣的外套 我覺得它穿起來的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皮衣的感覺是好像 多了一點休閒感吧 那西裝它會覺得比較復古 皮衣的話我覺得就是有點街頭潮流 因為剛好也是搭配比較 運動風格的鞋子 皮衣的搭配 是選擇在裡面再多加了一件 千鳥紋的襯衫 然後裡面就是前面有穿過的字母T 然後這個就可以讓它看起來 比較多一點點層次感 當然只穿皮衣也很好看 只是說少了一點點的造型 如果你想要再多一點層次的話 也可以嘗試在裡面 多配一件襯衫 襯衫的配色法呢 就是以它外套的顏色 的基調去思考 像現在我裡面 它是黑白的 遠遠看就是灰色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色調就會很邪和 很潮的 很潮的 上頭的羽衣 你沒聽錯它就是羽衣 你看它的材質就是滑滑的 但它不會說像那個 真的羽衣那種 摸起來很乾色 然後聞起來又很臭的橡膠味 它是 它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塑膠味 因為這是羽衣它很喜歡的一個單品 然後我覺得女生其實也可以拿來穿 然後它這件前面還有很特別的 很像做一個鴨蛇帽設計的一個帽顏 它就是一個防雨水的布料 然後它直接把它車邊車順 所以呢 它並不是有 它並沒有另外的內裡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不會說很熱 如果機車族防風又防雨 我覺得蠻方便 而且又很潮 長度其實以羽衣的身高來說是OK 那我覺得我穿也不會說太奇怪 通常應該是下雨的時候才會想說要穿它 但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然後男性款的一點風衣 像這樣的單品我覺得也是可以選一個 男女共穿的版型 因為這個也是走一個大落肩 那我覺得太長的部分都是可以反折的 所以反折起來都不會覺得奇怪 女哥最近很喜歡的 然後我想說就把它拿來搭配 如果有的時候真的是要出去踏進的話 像這樣的外套我是覺得就OK 然後還會有點潮流的感覺 如果說你想要看起來更有造型感 的話就是選擇Gwenami 當然說你要搭牛仔褲啊 牛仔褲其實也OK 只是說想要感覺更有型一點點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搭格紋褲 其實潮流款有時候穿的不好 會顯得有點low 所以你盡量就是以比較日常感 一點點的單品去做一個平衡搭配 不然會剪得too much 你再背一個比較街頭感一點點的相機包 所以整個就會覺得比較 有一點日常的潮流感 女哥的話呢 他就直接搭一個T恤加上牛仔褲 其實看起來就是又休閒 但是又多了一點個性 原本我們是有考慮要搭那個白色邊條的運動褲 可是我們想覺得那樣子搭配起來 會顯得太過潮流 我們不想要那麼潮 這個我應該也跟大家推薦很多次 因為我真的還蠻喜歡這一款包包 你看我現在這樣 他這個是可以收拉的 我現在搭穿襯衫這樣子 背也很好看欸 就是整個不違和 蠻好配的包包 然後整個質感也很好 雖然說我以前很少在買潮牌 然後但是我覺得潮牌 有些還是會有一定他貴的道理 因為像他的面料 或是整個質感都做得很好 但拉鍊也蠻特別的 如果我只是簡單出去外出的話 我就會蠻想要背他 然後所以現在就會演變成 常常跟魚哥在搶 誰要背這個包包 真是受不了欸 真的很好笑 蠻喜歡寬觀的背帶 這裡也是 然後也有一個SAMTOL的LOGO 我覺得這個牌子還蠻多款包包 都很好駕馭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